相信大家最近都感受得到 現在廣東的天氣真是熱到過了 每天30度以上都算了 還要太陽太陽 一出門那種又熱又焗的感覺 就好像整個廣東都開了暖氣 沒錯,我們是想廣東有暖氣 我們又想廣東下雪 看見它真的下雪 我不是跟你開玩笑 廣東人對暖氣和下雪這兩樣東西 是真的異常執著 所以他們一方面會抱怨 廣東的冬天實在太冷了 為什麼沒有暖氣 另一方面他們又會抱怨 既然廣東東的都這麼冷 為什麼不下雪 說真的,沒有暖氣 廣東人真是東得得care 沒有暖氣? 蓋多幾張皮 但是不下雪 就真的是廣東人心裡永遠的痛 不下雪 就是不下雪 你還可以怎樣? 為什麼廣東人對下雪這麼執著 曾經有一位很偉大的金具王 信哥 他說過一句話 我翻譯成廣東話 大概就是這樣的意思 當一個人得不到他想要的東西 他的心就會哩哩亂 當然,我覺得這句話就算不轉成廣東話 也相當有韻味 就是 得不到的永遠在手中 沒錯 這個信哥不是老信 是陳奕迅 廣東人最得不到的是什麼? 不是錢 是雪 廣東 每年冬天都冬到入骨 但是每年冬天都不下雪 真是脆脹 你可想而知 廣東人對下雪的渴望 是騷動了多少年呢? 貓中程度上來說 廣東人對雪的期待 和大家對親愛的期待 是一樣的 就是都聽過 但是沒見過 你可以說 你說今年冬天廣東會不會下雪? 廣東下雪 還難過你脫單 你也可以說 你說今年冬天我可不可以脫單? 你脫單 還難過我廣東下雪 但是其實大家不用那麼灰 人總需要有所期待 公元2016年 廣東真的下了一場雪 雖然更加準確的說法 是下了一場善 不過四捨五入 也算是雪 既然廣東下雪 這個世界也應該是有真愛的 說回公元2016年的那場雪 真的非常誇張 廣東人好像瘋了一樣 下午睡睡下覺 會突然之間有人打電話給你 起婚啦!開始啦! 然後你出街 你會發現整條街的人 十足十個人 每條大街小巷 每個人的嘴裡 見面的一句話 就是 下雪啦! 那天不單是外面下雪 我朋友圈都下雪 你就知道廣東人是多麼的喜歡雪 不過廣東下雪 又真是幾十年才有得一緣 或者不緣 那平時如果廣東人想看雪的話 那怎麼辦? 不要緊 山不轉水泉 雪不下我們下 下機 我們坐飛機去北方看雪 很多廣東人去旅遊都是這樣的 一到冬天 兒子我們去旅行 好啊!去哪裡? 去黃山啊! 黃山? 黃山不是夏天去好一點嗎? 現在去有雪看嘛 沒錯! 他們冬天去旅遊 唯一的要求就是 有雪看 如果他們去了旅遊 但是看不到雪 他們就會覺得很吃虧 導遊哥哥 我們什麼時候上黃山啊? 明天就上了 好晚啊! 終於有得看雪了 蛤? 那你黃山不下雪啊 為什麼呢? 那明天下不下雪啊? 不知道啊 蛤? 那黎黃山還有什麼意義啊? 哎呀! 這次旅遊虧了大底了 甚至他們會覺得自己無顏面對 家裡的親戚朋友 奇媽 前幾天去了哪裡旅遊啊? 我沒有 去了一段安徽而已 那有沒有上黃山看雪啊? 聽說黃山的雪景很漂亮的啊 沒有啊 嗯?為什麼呢? 黃山沒有下雪啊 沒有下雪? 那你還去黃山幹什麼? 你來得我啊! 廣東人真的很喜歡雪 但是我薄一億的地理知識 又告訴我 廣東真的很難下雪 但是還是那句 人總需要有些期待 各天不下雪 不等於廣東沒有雪 我們可以做雪的 現在廣州就有一個 華南最大的室內滑雪場了 廣州融創雪世界 佔地75000平方米 可以同時容納3000人 一起玩 這麼大的滑雪場 我都不好意思 只要你帶全家人來玩 你帶全家人來玩 不單止大 廣州融創雪世界 還有全世界最長的 室內初級滑度 還有世界首創的 立體交叉滑度 喜歡滑雪 一定不可以錯過啊 而不懂得滑雪的朋友 也不用怕 你什麼裝備都不用戴 因為廣州融創雪世界 還會租上 超級保暖的滑雪服 超級安全的滑雪鞋 以及頭盔 滑雪桿 滑雪板 你直接穿著短袖 短褲過來就可以了 還有超級專業的滑雪老師 教你滑雪 連下期都學得懂 你有什麼可能學不懂 你說吧 有什麼可能 而且 廣州融創雪世界 還會一年四季都開放 最低氣溫 零下五度 夏天避暑 冬天應貴 廣東人民從此一年四季都有雪 我真的好感動 廣州融創雪世界 6月15號 盛大開園 記得過來玩 現在買票 還有開園優惠 點擊視頻下方 閱讀員文了解更多 上 上 上 你在看什麼 莫非你們在這裡跑 不是啊 我們在看月之一二的在看人數 好像很刺激 為什麼上上下停了 是不是你們還沒點在看 看完視頻之後 往下滾一滾 就看到在看 點點過小花花 就可以了 點完在看之後 順手還可以轉發 快點來 我等你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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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波 上 開始 度 慢 慢 停 感谢观看